中华队亚运的五届元老庄志渊 今年仍旧被寄予厚望 今天在仁川亚运的南丹准决赛 面对大陆17岁的选手樊振东 结果让我们有点小意外 对 因为庄志渊呢 其实GG都有机会 但是呢最后都失手了 最后是以0比4输球拿下铜牌 请看UDN TV亚运采访小组 来自仁川现场的访问 那今天的话这场比赛可能在 我感觉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打好一点 因为毕竟前面一二局啊 包括第三局 都有那种小幅领先 第一局4比3 3比2这种 4比2就两分要拉三分的时候 这种机会球自己没有把握好 那我感觉自己这种 跟自己心态 自信上面有 有影响 他我想 当然是中国的新秀嘛 那感觉他今天在场上导 还是有点拘谨啊 包括说 看到他以往的质量 跟今天的质量 因为以往的话在空海赛 是更 力量更大一点 质量更高 自己还是比较 可以接受啦 但可能还是有点遗憾 因为可能自己 更想要的是 团体银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